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星子 最近非常想吃蛋糕 所以准备出来买一点材料 顺便买一点铁片 感觉能非常好的治愈我的腿抽筋 我想做的是提拉米苏蛋糕 所以需要马斯卡棚 然后我发现500克的 好像比250克的便宜 放锅里加热的话可以让它们更好的融化 但是不加热也是可以的 这次的蛋糕胚需要用到两个非常大的鸡蛋 每一个差不多需要有60-70克 放锅里加热 我有点偷懒,没有过筛面粉 稍微勤快一点的小伙伴最好还是过筛一下 这样烤完的蛋糕应该会更细 在蛋白里面加一点酸性的东西 可以让打发起来的蛋白更稳定 打到我们的小肩肩非常有精神的时候就可以停手了 做戚风蛋糕模具最好不要抹油也不要点烘焙纸 不然它可能爬不起来 震两下解放气泡 然后用筷子把表面刮均匀 我们吃鲜烤40分钟 然后再用稍微高一点的温度加烤5分钟 我们需要打发鲜奶油 所以倒鲜奶油的碗必须比较耐刮 这也是为什么我中途突然换了一个碗 这个细皮弄肉的碗还是来放马斯卡棒吧 鲜奶油和马斯卡棒的比例是1比1 提升鲜奶油的比例可能会让它更湿润一点 但是相对的蛋糕坍塌的风险也会更高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尝试调节这个比例 我做蛋糕的时候其实已经挺晚的了 所以准备第二天再继续下半场 蛋糕拿出烤箱之后一定要把热气震出来 不然的话在遇到外面的冷空气之后 它会给我们表演热胀冷作 放上转盘之前一定要在底部加一点奶油 不然等我转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变成飞天蛋糕 放上转盘之前一定要在底部加一点奶油 凉凉一下再倒入酒精 我不喝酒所以我买了这种有酒味的精华 倒入一小瓶酒味就会非常的浓郁了 我准备了一点蓝莓拿来点缀 当然不点缀直接开吃也是可以的 撒上一点无糖的可可粉 瞬间就有了提拉米苏的感觉 虽然在冷冻几个小时会更好吃 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 侧面切开层次感非常的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